热点透视今天要带您关心到 平常过度劳累 确诊之后恐怕增加重症死亡的风险 就有一名60多岁男性 他没有慢性病史 因为长时间加班 在今年1月染疫引发严重的肺炎 出现了大白肺 还插上了叶克膜 但是抢救了20天 依旧是不治身亡 医师也提醒大家 如果说身体太过疲劳 会导致抵抗力下降 染疫之后有可能演变成重症 另外有感染科专家点出 如果两周之后 这个死亡人数还在高点的话 就需要担心有新的疫情变数 极度呼吸困难 到医院挂急诊 结果S光一照 诚信一片大白费 一名60多岁的男子 为了负担女儿的医疗费用 原本败退休的他重返职场 长时间过劳加班 今年1月确诊 结果引发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 ARDS 紧急装上叶克膜 后续却并发脑出血 长久20天 还是不幸过时 假如说你过度劳累 它免疫力降低的话 即使任何人都有会有相关的危险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 现在冬天 假如说病发流感的时候 可能这种致死率就会更高 4号本土疫情稍稍稍叫上桌降温 但有医师点出新冠专责病房的压力 还是没有减少 从过年前的一到两周 重症病房满床满到现在 刚抗医师黄高斌强调 如果要观察死亡率 要在下周过后才会比较明朗 但要是两周之后 死亡人数还是在高点 就要担心是否有新的疫情变数 上个礼拜的时候 确准的人数是增加 所以到前一两天 死亡人数比较高 这个是很合理 年后那基本上还是会有一波 那潜在的疫情在那边 如果说过了一个月之后 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死亡人数 那可能就要注意到说 是不是有其他的变异族 已经悄然在台湾的社区 有发展起来 面对指挥中心延缓口罩 洁净政策 黄高斌也指出政府总算醒过来 建议还是要等到三月中以后 再考虑松绑口罩令 记者未经营拜托我抖